河泽之蛇 那年夏天,久旱不雨 严重的缺水使庄稼地裂开一道道又宽又深的口子 不少的池爪也干涸了 原来栖息在水爪中的一些虫、鱼、蟹、蛙 能够搬迁的都搬走了 最后还剩下两条花蛇 它们眼看着池爪边的杂草全部枯稿 也准备并找一处安身之地 临行前,那小蛇对大蛇说 你身强力壮,走得快 如果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这样目标太大 人们一看到蛇在行动,肯定会来捕杀 你走在我的前面,必然先遭祸殃 因此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 你最好背着我走 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 哪一类蛇是这种模样 也从来没有看到 哪一条蛇像这样行走 所以一定会起疑心 如果他们把我当成一位神君 对我们静而远之 我们不是可以蒙混过关 安全抵达目的地了吗 大蛇觉得小蛇的话有道理 于是背起小蛇穿过大路 扬长而去 见到这两条蛇上下重叠着 蜿蜒游走的人都很恐惧 谁也不敢靠近他们 这些人回去以后 一个个晦升晦涩地 向旁人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情景 并煞有介事地说 刚才我看见蛇神了 这则预言启迪我们 要善于识别 变化多端的轨迹 我们看问题 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而要透过现象 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本质